北京雲居寺被譽為最古老的石刻圖書館 由17塊全球首次亮相的石荊塗片 在浸會大學展出 展期到下星期日 之後將在亞洲區多個國家巡迴展覽 曾奉傳在北京雲居寺的石刻經文重現眼前 一筆一畫都由工匠作成 17塊托片全部來自遼今時期 是全球首次展出 亦是首次有托片離開內地展出 用來印製這些托片的石荊 收藏在位於北京防山區的雲居寺 徐代高曾靜遠經歷北藝和北周滅佛後 為了保存佛經 在荒僻的山上鑿石刻經 黑經活動一直延續到明朝 經歷六個朝代 一共黑借一萬四千多塊石荊 成為世界最大最古老的石刻圖書館 被譽為北京的敦煌 這張托片托完出來 經過三年用了物水 用了二百斤 用了孫子是二十萬張的 托出來由於只有一張 後來托完之後 它就將石洞 除了第五棟雷陰洞開放之外 其他都封閉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這些托片 其實只有一張 想體驗股時的托根技術 可以來到展覽這個工作坊 首先在木板上掃上墨水 然後鋪上孫子 然後再輕輕在上面掃一掃 這樣就可以印到木板上的文字了 這次展覽展出43件 隨代至近代不同時期的真品 除了石經,還有紫經和木經 也有經裝表的石經託印紙本 號稱雲居子三絕 香港的展覽在浸會大學 李兆基全理事藝樓 顧名軍展廳舉行 展期到今個月14日 公眾可以免費入場 之後會去到馬來西亞、新加坡 日本和泰國等地展出 為何我們選擇香港第一站 因為的確需要有很多不同的人才 去做很多前線的工作 未來中英文的翻譯 我們也請了一些專業人士 幫我們拍一些宣傳片 方便我們之後第二站 去其他國家便容易很多 主辦方也正商討 去到法國美加等地展出的安排 無線電視記者葉子華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